雖然來到ACC教會差不多有一年的時間 早已經把弟兄姊妹當成我自己的家人 但是今天在母親節講道 又讓我有了這個外來講員的感覺 首先在母親節祝各位母親 喜乐平安健康 刘牧师和我呢 也有两个小孩 我们一个是15岁 一个是11岁 每年的这个母亲节 差不多都是在教会里面 和弟兄姊妹一块度过 敬拜神听讲道 受鼓励受激励 所以我们今天 我知道大家的心情 今天打开那个朋友圈Moments 还有在那个Facebook Instagram 这些social media 大家都在写给母亲的这个祝福 所以今天我也想跟母亲们说一句 妈妈辛苦了 我们爱你 我们想到了我们自己的母亲 特别是我也想到了 我自己的母亲 我信主呢 就是我妈妈给我传的福音 带我去教会 看着我在主里成长 我妈妈其实已经 回到天家已经是不在了 我今天穿的这个衣服呢 其实就是我结婚的时候 我跟牧师结婚的时候 我妈妈穿的 所以我也是纪念我的母亲 我想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 也纪念我们的母亲 虽然我们纪念我们自己的母亲 在教会里面 一年一年的过着母亲节 看见自己的孩子一年年长大了 我们的父母呢 一年年地变老了 我也年年地变老了 所以我们更应该来纪念 生养我们的母亲 也纪念赐我们生命的救主 今天我们来思想一个就是 圣经当中的一位母亲 看看这位母亲呢 是怎么从零开始做母亲 虽然说做母亲没有 那个培训班塑成手册 但是我们确实有一些 可以从圣经中学到的教导 好 今天的主题是 从零开始做母亲 那个 这里有两段经文 两处经文 第一章slide请弟兄们读 圣经文 好 第二章slide 海啟弟兄读 十字幕作者 杨树 现在做两个把 先好 知道你们 有何的能用群义 他也把最开始说 我没有出家 才能有这些什么 天天室 他说 圣经要能到我们身上 受到者的名利 以 必 以 死 他要损身 是你重备之大人 放弃 大人心 好 我们谢谢神的话语 那么故事当中呢 有两个主人公 一个是天使 一个是玛利亚 那么天使告诉 这位童女玛利亚 她要怀孕生子 那么天使利百家 在就是故事当中 两个主人公 一个是天使 一个就是玛利亚 天使 这位天使呢 其实几个月前 也做过同样 差不多的一件事情 就是告诉一位祭司 名字叫萨加利亚 类似的信息 那告诉萨加利亚 这个信息就是呢 她这个年老的妻子 伊丽莎白将要怀孕 所以经文当中提到的 这个到了第六个月 这个第六个月 是指这个伊丽莎白 已经怀孕到了第六个月 那么这个时候呢 故事发生的这个地方 是在一个地方 大家知道在什么地方 拿撒勒 是不是 在拿撒勒 那么在这儿有一个地图 其实还是蛮小的就是 那么在这个地图里头呢 就是上面黄色的这一块 就是拿撒勒所处的地区 就是加利亚地区 下面的这一块 大的黄色的呢 就是我们常常说的 这个圣城耶路撒冷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加利亚是在 这个上面 拿撒勒呢 是在加利亚的 靠下面的这个位置 大概 大家看一下我这整个人 就是 加利亚在这儿 加利亚在这儿 拿撒勒就在我这个 嘴巴这个地方 然后呢 耶路撒冷呢 就是在脚底下这个地方 所以大家看到 这个拿撒勒和耶路撒冷 圣城呢 其实是有一段的距离 是不是 好 那么因为呢 这个加利亚 拿撒勒是处于 加利亚地区 南边的一个小村 加利亚本身呢 是许多外邦人居住 信仰混杂 并且离开耶路撒冷 有很长一段距离 被信仰纯正的这些法利赛人 常常藐视 因为外邦人多 信仰混杂 那么他的 拿撒勒人的名声 其实很不好 圣经中 那个约翰福音的第一章 曾经有一段经文说 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呢 这个说明什么 说明玛利亚生长的这个环境 其实是不好的 他生长在一个 名声不好 信仰不纯 生活不负的小地方 就这拿撒勒 那么这个拿撒勒 这个地方呢 就是主耶稣长大的地方 今天我们要思想的 这位母亲就是玛利亚 但是天使在这里找到了玛利亚 并向玛利亚问安 说主与你同在 他说主与你同在呢 说明玛利亚在这个 不是圣洁的环境当中 却是有神的同在 她是一个心中圣洁 远离罪恶的女孩 圣经当中常常用 这个pure heart的 就是清心来 表达这种出淤泥而不染的状态 所以玛利亚这位清心的人 在平常的劳作当中 在日常的生活当中 在平凡的时刻当中 认识神 亲近神 遇见神和经历神 所以玛利亚她平常做的是什么 玛利亚平常做的就是 就是像我们当妈妈平常做的 差不多就是打水 洗衣服 做饭 摘菜 就这些平凡的小事 想想我们做母亲的人 在这个有一本书 我读过一本书 这本书在我们教会图书馆 其实也有 书上说 我意识到那些 在孩子的生命当中 起到关键作用的日子 就是我们认为 一无所成的那些日子 几乎在孩子一生中的方方面面 都有着持续的影响力 这些我以为一无所成的日子 就是这些心中圣洁 亲心 亲近神 远离神 神就与我们同在 使我们在孩子的生命当中 有正面积极影响力的这些日子 所以第一个我们看见 在玛利亚她的生活当中 她是每天亲心的亲近神 这是她的日常生活 因此她也有神的同在 好 我们再往下面看这个经文 在路加福音当中 有三处描写到 这个玛利亚 把天使告诉她的话 存在心里 反复思想 天使来到一个地方 她并不是一个 就是像圣城耶路撒冷 这样的地方 来到一个小小的地方 找到了玛利亚 并且说玛利亚是蒙大恩的女子 这使玛利亚反复思想 其实在这个路加福音当中 有三处都说到 玛利亚反复思想 存在心里 所以神说足与你同在 这是一句很重的问候的话 对于玛利亚来说 那么玛利亚她熟读圣经 知道这句话 对于像大仆人 亚伯拉罕 摩西 约书亚 还有大卫 这样重要的器皿说的 所以她就反复思想 我们知道思想是人的自然反应 但是是否愿意深入思想呢 是另外一回事情 对于玛利亚这一位 愿意把生命献给神 她的心是一颗敏锐的心 接下来发生许多奇妙的事情 她把这些事情放在心上 反复的思想 因此她对上帝更有信心 也更明白神的心意 对于敬畏神的人来说 相信神的 我们的生命当中 点点滴滴 其实都不是偶然 乃是上帝奇妙的作为 可能他正在带领和预备我们 透过我们完成他的旨意 所以做妈妈的人 常常我们会把儿女的事情 存在心里 反复思想 但是我们反复思想的这个出路呢 如果不是为了寻求神的心意的话 我们常常就是胡思乱想 痴心妄想 给我们造成了很多的焦虑 在我自己和牧师 准备要出来读神学院的时候 大概是06年的时候 我和我的先生跟我妈妈 就是父母说我们准备出来读神学院 来美国读神学院 然后我妈妈 她也是一位基督徒 心里就非常不情愿 她最难过的一件事情呢 06年出来读神学院的时候 特别是来美国 在我们中国人的眼里呢 去了美国 没有十年八年 可能就回不了家了 就等于说是 就没有这个女儿 十年八年也见不着了 女儿女婿都在国外 所以她就非常不舍 我的父母呢 就从小都觉得 在上大学 就在附近上大学 找工作 就在附近找工作 那成家也在父母身边成家 那我妈妈就觉得 这样挺好 她也可以享受天伦之乐 在地上呢 也可以安居乐业 突然听到说 我和牧师真祷告 要准备出国读书 特别就是来到美国 签证是很难拿到 所以她心里呢 就非常不舍 主要就是担心 我们很长时间 可能见不到我们了 完了之后 回国之后 也不知道干什么 所以我妈妈当时呢 就是想不通 也放不下 大概有一年多的时间 我知道我妈妈心里 还是不愿意 可是只是就是 我和我先生 就是为这件事情祷告 我妈妈也是 把这件事情存在心里 反复思想 如果我的父母不愿意 大家可能也是这样 做决定就很艰难 就可能就不会出来读书了 不会出国 不会出来读审学院了 我记得差不多 我妈妈仍然还是 为这件事情祷告 一年快到一年的时间呢 我妈妈就去找我的外婆 我的外婆也是基督徒 她心里实在是非常难过 虽然这件事情 已经反复思想 反复祷告 存在心里一年多的时间 后来我的外婆就说 当我妈妈去找我的外婆的时候 心里实在是很忧愁 我外婆说 这是你的女儿 也是神的女儿 如果他们相信 这是神的心意 我们都要顺服神的心意 所以呢 我外婆的话 就是我妈妈的妈妈了 对于我妈妈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和鼓励 所以过了几个月呢 她就告诉我说 如果是神的心意 那你们就应该去 跟从神的心意 祝国我们也很感谢神 所以我们发现呢 做了母亲以后 在抚养孩子的长大过程当中呢 有很多的未知数 有各种的惊吓 也有各种的惊喜 面对这些的未知数 如果对于神的应许 没有信心 遭遇到人和事情的变化 或者困难的时候 常常就是夜不能寐 忧虑不安 心乱如麻 但是当我们像玛利亚一样 懂得深入思考 神的话语和作为的时候 使得我们更加认识神 明白神对我们的心意 对我们孩子的心意 对我们家庭的心意 自然就对神更有信心 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 玛利亚给我们看见的是 她有一颗 明辨神心意的灵心 就是属灵的心 这个属灵的 这样的反复思想和存在心理 它指引了我们的方向 是明白神的心意 为儿女来祷告 好 第三处 在这里有一个红字的部分 天使加百利 向玛利亚报信的时候 称呼她为蒙大恩的女子 所以玛利亚被神拣选 是神给玛利亚极大的恩典 玛利亚只是被神拣选 作为一个恩典的管道 有的地方说玛利亚是恩典的泉源 她并不是恩典的泉源 她是恩典的管道 那么英文翻译蒙大恩的女子 她说意思就是 你是集蒙神喜悦的 她说是You are highly flavored 玛利亚是讨神喜悦 蒙神恩典 被神拣选 那么玛利亚被神拣选是干什么 当然就是怀孕生子 那个生下主耶稣 对不对 所以做母亲是一个崇高 神圣 荣耀 尊贵的呼召 呼召就是邀请和召唤的意思 没有错 其实母亲应该满足孩子们的 最深切的需要 养育 教导 照顾孩子们 但是母亲的角色再怎么重要 都不应该是我们生命当中的 最重要的核心 大家知道我们生命当中 最重要的核心是什么 并不是做一位母亲 如果我们都是以孩子 为母亲生命的中心 不仅会导致出 生育出极其自私的子女 可能还会演化成为一个 母亲角色的偶像崇拜 再或不然 当我们的孩子长大以后 离开家庭都独立了 是不是做母亲的就都失业了 没有使命感了 也没有存在感了 找不到自己了 所以作为母亲来说 我们首先要知道 我们领受的呼召呢 其实与其他的基督徒 完全是一样 为了成就 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旨意和计划 那么在这个阶段 我们是作为母亲 我们的角色 就应该是好好地抚养我们的儿女 但是同时我们也是妻子 我们可能也工作 也在工作的单位呢 这个发光发亮 同样我们也是儿女 我们还要孝顺我们的父母 所以我们作为母亲 我们的核心的价值和呼召呢 乃是成就 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旨意和计划 使得神得荣耀 所以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 都应该同玛利亚一样 蒙受神白白的恩典 我们的身份是上帝蒙爱的儿女 所以对于每个人来说 最重要的是先认识神 再去明白神要我们做什么 所以看见这里 玛利亚她是蒙大恩的女子 她是被神拣选的人 她明白神的心意 她的心里头是心存使命 并且蒙神悦纳 好 我们再看 神呢 大家知道这个玛利亚呢 她的使命就是 神要她生一个儿子 她的名字叫耶稣基督 那么大家就想 神让玛利亚生一个孩子 而且呢 她是神的儿子 刚刚在经文里头说 她是至高圣者 神的儿子 那么是不是这个孩子 在生的时候 做妈妈的就不痛 生出来孩子也不哭 晚上就睡觉 长大了也不闹 做什么事情都不用吹 等他长大了 想见就能见到 而且是老有所依呢 我们觉得这个生出来 简直就是神仙宝宝 神仙那个 就好像金刚葫芦娃似的 根本不用妈妈操心 其实根本不是啊 我们来看一下 玛利亚当她生了孩子之后呢 首先还没生孩子之前 她怀孕的时候 已经开始面对 她的这个名誉受损 因为她是未婚生就怀孕了 所以她冒的危险就是 几乎失去婚姻 还要被冒上这个被石头打死的危险 还有什么 她生孩子 我们都是在医院里头 而玛利亚是在旅途当中的马槽 我记得我老大的时候还在神学院读书 因为我们当时的这个学生保险只有三千块 所以当我跟牧师在团契小组当中分享 很担心这个孩子生出来应该 这个三千块的保险不知道哪个医院会接纳我们 就是觉得三千块简直就不能够在美国生一个小孩 所以当时我们小组和团契有个姐妹就说 你不用担心 其实你可以在家里生的 然后我当时一听我心里就很凄凉 为什么生个孩子还要在家里生 就好像我是偷偷摸摸生孩子似的 但是后来还是感谢神这个孩子还是在医院里生的 老大其实是在医院里生的 所以我就按照我自己的情况来想到这个玛利亚的情况 她生孩子在马槽里头生 我觉得我在我家里生我都觉得很没有仪式感 很没有安全感 玛利亚还在马槽里面生 又不卫生又不健康 大家就觉得这个真是太凄凉了 那么再看玛利亚还要怎么样 还要生了孩子之后还要出逃 我们还要坐月子 对不对 还有月嫂 还有两方的父母都来照顾 可是玛利亚她马上要出逃带着儿子 然后还有什么呢 这个耶稣她生下来是有使命的 所以到处传道 所以大部分时间其实是和孩子分离的 她并没有一个很安详的家庭生活 常常分离 最痛苦的就是 哪个当妈妈的可以站在十字架上 看见自己的儿子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虽然玛利亚她怀孕生子 生的是圣子耶稣 可是呢 她也是藏进了人间当妈妈所有的这个痛苦 现代版的这个妈妈都不再需要 看见自己的儿子上十字架了 如果我们儿子病了或者什么样 我们当妈妈都恨不得自己去上十字架 我们看一下这个 现代版的这个当妈妈的 她可能会面临到的困难 这个是在网上找到的 但是我觉得我很赞同 所以当你在床上辗转反侧 等待十几岁的儿子 给你回消息的时候 你很担忧 孩子们身体不好 坐在轮椅上 有过敏症需要预约 需要弄呼吸机 眼睛又不好 配眼镜 警察给你打电话 说你的孩子发生了事故 你的女儿 有的孩子是special need 特殊需要的孩子 她有一个IEP 就是个体化教育的计划 常常要跟老师讨论 在球赛中 手腕骨折 你的孩子对于校园霸凌的恐惧 你对找不到工作的 成年儿子的儿女的担忧 产后忧郁 你的蹒跚学步的孩子 得了流感 日日夜夜都不能睡觉 青春期儿女的叛逆 所以在现代版的 这个母亲当中 也是很多很多的困难和挑战 我听到有一个人说过 世上万能的一个求救词 大家知道是什么 妈妈 你一说妈妈 你的救星就来了 其实真的是 大家看看妈妈 所要面对的这些困难与挫折 其实妈妈真的 她都不是万能的 只有靠着神 凡事才可能 所以当妈妈的 有很多令我们沮丧 令我们焦虑 令我们困惑的事情 实在不是万能的 只是妈妈的这个 妈妈的这个品格 就是救火 急救 所以我们只有全心依靠神 凡事才可能 所以像玛利亚这样 圣经上说 我依靠 那加给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 玛利亚呢 是全心依靠神的能力 好 我们再往下 这个时候 当玛利亚问天使 怎么会有这件事情发生呢 我们遇到这件不明白的事情 我们也可以问 这个不是代表玛利亚没有信心 只是玛利亚她想知道 这件事情为什么会发生 那么在这里天使呢 就告诉玛利亚说 神不但能够在 童女玛利亚身上 行神迹 同样也在 另外一位年老的姊妹 就是伊丽莎白 身上 行的奇妙的事情 所以一个是 童女怀孕 就是玛利亚 还有一个是年老的女子怀孕 就是伊丽莎白 两件事情都是神奇妙的作为 所以玛利亚和天使说完了 就去找伊丽莎白了 在这儿遇到困难和挑战的时候 玛利亚有人可以去找 在我们遇到困难挑战的时候 不知道我们有没有一位 信任的姐妹可以去找 圣经上说 我们若行在光明中行 如同神在光明中 就彼此相交 他儿子耶稣的血 也洗尽我们一切的罪 这个是在约翰一书一章第七节 在光明中行是什么意思 我们觉得在光明中行是什么意思 就是不要隐藏 在我们最脆弱 最难过 最不堪的时候 愿意向神祷告 向人述说 这样就是彼此相交 彼此照亮 所以当我们在 特别是在我们的母亲当中 遇到很多婚姻当中的挑战 养育儿女当中的困难和艰辛的时候 有的时候我们说吐槽也好 提供情绪价值也好 我们都需要人 能够与我们彼此相交 但是如果我们自己 不愿意敞开我们自己的话 每天都是把自己包裹得很好 来到教会当中 都是展现出来 都是很友好的一面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能够彼此祷告 彼此相交呢 当我们的婚姻当中有改善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为你感谢神呢 当你的儿女 原来是很糟糕的情况 现在变得更好的时候 我们怎么能够去为你的儿女感谢神呢 所以我们也要学会 在困难当中的时候有一个信任的这个伙伴和知己 那么在这里不是说我们的婚姻关系不重要 乃是说在这个时候 我们仍然可以在族里头有这个属灵的友谊 有一个这个属灵的伙伴 记得在参加一个这个姐妹团契的时候 我们当中有一位年轻的姐妹呢 就说儿子在球赛的时候 不是儿子被欺负了 乃是这位妈妈被另外一位妈妈PUA了 就是冷暴力 让她每次都觉得很痛苦 她不知道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 然后就在姐妹团契当中诉说 她说我跟我的先生说 如此如此的难过 然后弟兄就说 要不实在不行 明天我揍她一顿吧 然后我们姐妹说 没错我就是想揍她一顿 但是我要让你揍她一顿 我就不用跟你说了 所以呢就我们在姐妹 有很多事情 能够在这个团契当中 我们这里有很多的这个妇女天地 长者天地 各种可以分享的机会的时候呢 大家就不用把自己的难过和心思 放在这个黑暗的地方 乃是把它放在光中 让弟兄姊妹可以为你祷告 与你分享 能够一块能够来经历神 为你祷告 好 玛利亚在这个地方呢 虽然是很困难 可是呢 也有很多的 不明白的地方 可是仍然有知心伙伴 因为呢 神的爱就通过这些知心伙伴 能够照亮她 好了 后面 玛利亚说 她说呢 我是主的使女 情愿照你的话 成就在我身上 玛利亚呢 其实她的名字 现在我们觉得 如果有谁叫玛利亚 那可能是 对于我来说 是一个很崇高的名字 可是其实圣经当中 就玛利亚这个名字 可能有五位或者六位 不同的女性呢 在圣经当中 都叫玛利亚这个名字 所以说玛利亚 其实是一个很普遍的名字 在她当时的这个社会 所以对于这一位 其实是很平常 很年轻的一位女孩 她的年龄 大概在我们现在来说 就是在lighthouse的 这个年龄 或者快要上大学的 这个年龄 这样一个年轻 平凡普通的女孩 她能够为着神 完全相信 这个超自然的 这个生产计划 她有这样的信心 也更有信心的行为 和行动 为什么呢 因为玛利亚说 我是主的使女 使女就是服侍神 她也可能准备 已经准备好 付上名誉 身份 生命的代价 情愿神的旨意 成就在她身上 所以她这样的 信心和行动 使得神在人类计划的 拯救计划上 得以实现 所以母亲 信心的顺服 能够成就 神在儿女身上的旨意 或者说 儿女一生的 平顺和蒙福 都是从母亲认识神开始 好 在这里 大家可以看看 下面的这个 蓝字的部分 都是说的是 玛利亚将要怀孕生子 他的位分 是耶稣基督 就是人类的救主 还有大魏的子孙 雅各家的王 至高者的儿子 而且他的国度 永远没有穷尽 他是神的儿子 当玛利亚 他的信心 愿意顺服的时候 神成就在 他的儿子身上 借着他的儿子 成就着这个人类的计划 何等的伟大 今天呢 我们看到 我们 虽然说当母亲 没有一个数成手册 也没有什么培训班 当母亲开始 就已经开始当母亲了 但是我们可以 从灵开始当母亲 从认识神开始当母亲 也可以从我们的心开始 重新出发做母亲 因为一生的果效 都是由心发出 我们看见玛利亚是怎样的心 她是有一个清新的日常 神与她同行 她有一颗灵心明辨 神的带领 她也是心存使命 蒙神喜悦 遇到困难的时候 她是全心依靠 神的能力 在神里头 她也有知心伙伴 使得神爱可以照亮她的道路 最后她是信心回应 使得应许能够成就 所以我们感谢玛利亚给我们的祝福 使得我们的救恩成为现实 谢谢弟兄姐妹 好 我们祷告 亲爱的天父 谢谢你的救赎恩典和永远的爱 爱我们每一个人 也包括我们当中的母亲 感谢神你的慈爱 何等宝贵 愿我们都能以认识主耶稣 为我们生命的至宝 我们的心能够以神为乐 在世能够平安度日 使我们的后裔也能够蒙福 我们这样祷告 是奉主名求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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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